我吃點肉 你要不要跟我爸倆轉 曹寨大哥對女主角一見鍾情 不斷獻殷勤 這是大陸電影東北戀歌 劇情相當熟悉 頒拍的是當男人戀愛時 找來演過至青春的演員 鮑貝爾飾演男主角 女主角是新聖誕演員梁宋琴 只是沒比較沒傷害 其中不少經典鏡頭都很雷同 曹寨姓超強的東北喜感歌 鮑貝爾把頭鑽進櫃檯的玻璃窗 搭訕在郵局上班的女主角 還要求對方的上司踹貢 如同複製貼上台版橋段 只差沒有學邱澤丟號碼牌 邱澤曾被學怡靈柳層之 鮑貝爾則慘遭良壽情 零一大碗類似湯的液體 而蘭瑋華飾演邱澤的哥哥 東北戀歌裡則有喜劇演員 喬山單剛演示經營理髮店 替鮑貝爾喬山打理造型 換我手 你有弄他啦 幫忙啊 當男人戀愛時 翻拍2014年同名的韓國電影 在大陸獲得11億的台幣票房 讓大陸乾脆趁勢翻拍 只是有沒有跟韓國滿版權不得而知 不過東北戀歌將在影音平台播出 佔五大螢幕放映計畫 TVBS新聞小明星 宏亭台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